有些是纯粹表达意见 有些意见初时我不同意的 想想一下它是有些理由的 譬如像建高铁高速铁路 广深港铁路 我最早听说广深港铁路有必要 就是中大阳宇曼教授跟我说的 因为那时候政府还未决定 是专线还是共用的铁路 初时是用回九铁路轨 后来就用专线 我记得杨教授跟我说 我们很需要有一个专线高速铁路 要不然全国的铁火车 高速网络火车来到香港慢了 那你就很吃虧 一小时生活圈 你应该很快去到广州 广州的人很方便下来 理智着素 所以香港很需要高速铁路 要不然就无法和全国接轨 香港这么小 如果每天都有人下来 我们经济多好呢 现在也是 你看到 香港的经济 比起全世界 我刚刚去完美国 回来美国很惨 大渣架 吃东西比香港便宜 因为我们经常都有人下来花钱 我很同意这个看法 但现在越听了很多不同意见 撇开蔡原村那些村民 说他们感情多深厚 不想搬之外 有中产市民走来我写之后 有专家走来跟我说 最重要的就是 一个专家说 他说高速铁路 他问我没有坐过高速铁路 我说我坐过 在东京去大阪 他说你知不知道高速铁路 多高速都好 300里 去到最尾 埋站会慢的 你没可能一直冲到 西九龙都300里 你去到最后的几十里 你 slow down 就是在香港境内那二十六公里 买到来是慢的 那如果是这么慢 你五百亿起一条 值不值呢 还有如果你说坐上去 你很多的站 福田一个站 虎门一个站 石壁一个站 如果你说 想广州的人快点下来 他不是在广州市 他在石壁 是番茹 广州去到石壁 十八个地铁站 虽然石壁来香港是 四十几分钟 但原来广州去到石壁 又四十几分钟 即是两个小时 那有没有快到呢 那你说不是 你说会给到武汉 长沙那些同胞来 但有人又说不是 你坐长程火车 你不可以坐超过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就会闷的了 别人要下车 不会直下来的 说来说去 那你真的要想一下 虽然政府在拉我的票 值不值呢 五百亿 可能每个月都亏 没可能够的 还有还没解决过 出入境管理问题 出境 你可以在西九龙道 出境 就检查完进去吧 如果有些人去福田 怎么办 去到福田 公安专为香港同胞检查你了 去到府门又有一批公安检查你了 去到石碧又有一批 是不是人家这样就你呢 将来发明了一些新的证件一绿 那就过了 要做了 很多事情未解决的 变成了 因为长官意志 十大基建 或者是国内高官 认为我们要做的事 是不是真的应该做呢 那么你脱离了衙门之后 你听多些不同市民的意见 你有些疑问 我不是为选票 有位中产人是住 港岛中西区 走来跟我谈一年 年轻人 他说很有疑问 他说根本现在很方便 很多路去回大陆 深西通道也有 坐火东线也有 落马州便宜的也有 如果你贵 没有人坐的 值不值得要做这么多事 制造这么多环境的问题来做呢 那现在我真的有些 可以多了很多question mark 所以由此可见 如果你是民意的代表 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是不同的 或者说一下 官员和民选领袖的领导模式 有什么不同 传统官员就是有阶层的制度 一个三角形 金字塔形 以前的港督或者特首是最高的 他就underpinned by 下面很多的官员 一个机器托着他 所以你见到那些官员出来说话 第一就是 他们很少不拿着稿毒 其实不是他不想拿稿毒 是他的伙计不让他 不拿着稿毒 因为伙计怕他说错话 伙计怕他答应太多 令到下面那些很难做 官僚的运作 第一是他们很少不拿稿毒 第二是最高级官员 不可能像我们这样落区 我们落区 选举的时候 人多就去的了 一座大厦护委会都去的 那些最重要的 那些业委会主席 如果他一人可以deliver幾十票 我几大都去吧 是吧 官员不可以的 你伙计不让你去的 如果说副局长走去见护委会 那些联络主又不是一身没有空 他不会让你去的嘛 制度是这样的 是阶层性的 阶级性的 hierarchy来的 你是在顶上的 你是在顶上来领导的 所以一个问题 很多时候一位领导人选了之后 包括我们争特首 选受他出去亲民拉票 选了进去 他进入这个制度 市民觉得他脱了截 民选的领导就是这样 他是一个concentric circle 民选总统在中间 当然他有他的小圈子 白宫他的幕僚 对于他的小圈子 他自己的政党 他在congress里面 他国会的领导 也是他较大的圈子 白宫 就是他自己的党 他的党团 在国会里面支持他的议员 但群众都是他的圈子 所以你发现奥巴马 要做到很多东西 他不可以只是在这里运作 如果是George W. Bush那种 后期被人说 每一个美国的总统 都有一个大问题 他们叫做 white house bubble 好像泡沫里面 只是跟自己的小圈子聊天 经常都以为 在伊拉克打胜仗的 经常都说 stay the course 因为他脱离现实的 他只是跟自己的小圈子 来往聊天 他就在这里变了 他的white house bubble 但如果一个成功的美国总统 你有东西要推 譬如现在奥巴马 要推他的医疗改革 你不可以这样运作 你一定要走出去 不只是要争取你的党团 你要争取共和党 你要怎么争取共和党 你要争取市民 你希望凭市民的力量 群众的力量 令到共和党都要支持你 所以因为我发觉 去过团队的人 都还不断发电邮来说 向你直接解释我那个医疗改革的建议是怎样 还有叫你支持我 你表达你的意见 写信给你的报纸的 Letter to editor 表达你的意见 向你的议员 众议员、参议员表示支持我 他要这样不停地拉票 一个民选的模式就是这样 那个领组不可以是一个阶级性的组织高高在上 而是他呢 就算美国总统的处境 已经好过香港的特首很多 他国会始终有他的党支持他 他都要不停在一个concentric circle 不停要reach out to the public 不停去到最大的圈子 争取群众的支持 才巩固他的权力 这点我想特区政府真的要留意 因为特区政府处境的制度上 艰难过英美的领导人 他没有自己的执政党 他在议会上没有自己的铁票 就算公务员减薪 谭耀宗未表态 我想他们民建联有人在行政会议 他应该支持政府的 但他们现在不敢表态着 他在听群情汹涌 他也要想想 如果支持政府 得罪公务员影响他的票 所以就很难 我想特区政府假定 我不知道政改方案有什么结果 但我们在2012年一定都未达到普选 希望2017年 2020年达到双普选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那个特首他更加要做到 如果他要做一个民意的代表 在没有普选的情形之下做到一个民意代表 他一定要做一个这样的特首 就是不可以一个小圈子的特首 不可以以为自己高高在上 下面有一群局长 行政会议成员 捧着他 托着他出来 就有信奉力 是不行的 他一定要做到 go beyond他的小圈子 跨越他的小圈子 可以出来接触群众 和令到广大的群众 都认同他 第一他要对民意掌握得好 他的施政要回应到民意 兼且他自己要经常reach out 保持和群众紧密的接触 我想他才可以良好执政 不然也会很艰难